詞曲 李宗盛 請起立 请向恩主公宝像行礼义鞠躬 请向玄空师父宝像行礼义鞠躬 大家平安 欢迎又再一次来到我们行天宫 网络经典研习共修的时间 今天我们已是接续 霍洛灵观 灵印真经经文的内容 我在想说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害怕的东西 每一个人害怕的东西也都不一样 有一个故事是这么说 有一个小和尚 他在问老师父 他说 师父 一个人最害怕的是什么 老和尚看着这个小徒弟 就含笑着说 那你以为呢 小和尚就说 是孤独吗 老和尚摇摇头说 不对 小和尚就说 那是被别人来误解吗 老和尚也说 不对 那小和尚就说 是绝望了吗 那也不对 小和尚一口气回答了数十个答案 但是老和尚都一直摇摇摇头 那小和尚没辙啦 就问老和尚说 师父 那您说是什么呢 老和尚就说 那就是你自己呀 我自己 小和尚 小和尚抬起了头 睁大了眼睛 好像明白 又好像不明白 直直地望着这个老和尚 就说 师父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啊 老和尚就笑了笑说 其实 你刚刚所说的 孤独 误解 绝望等等 都是你自己 内心 世界的影子 都是你自己 被自己 给打败的感觉啊 你对自己说 这些东西 真可怕 我承受不住 如果是这样子 那你真的就会被打败 同样的 假如你告诉自己 没有什么好怕的 只要我积极 勇敢的来面对 那就能战胜一切 那就没有什么 可以难得到你了啊 何苦执着于 这些虚幻呢 傻徒弟呀 一个人 若连自己都不怕 那他还会怕什么呢 所以 使你害怕的 并不是那些想法 而是你自己呀 所以呢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常常因为什么 而忧虑 而不安 很多情况 都是因为自己 心中的想法 就好比 启人忧天一样 一个人 最大的敌人 是自己 如果能够战胜自己 能够把握住自己的信念 那即使受到外界的一些影响 或挫折 那只要我们能够及时的察觉 并积极转念到正面的思维上来 那这个世界 那这个世界就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或许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我们的人生 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改变我们的人生观 我们可能无法改变风向 但是至少我们可以调整风凡 我们可能无法左右事情 至少可以调整我们自己的心态 调整了内在的情绪 那外在的种种将随之而改变 要明白自己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 也要相信自己的无限 环境的恶劣 其本身并不能左右你的情绪 而影响你的情绪 往往是你对环境的心态 无论是什么 只要自己能秉持着一颗和平的心 有了和尚的心 那愉快的情绪 就可以使我们所处的环境 劣势也将转变为优势 那今天一开头说这个小小的故事 也就希望说我们自己的念头 都要处着有一个正面的 一个心念正面的能量 那都可以转念的话 不好的我们可以转变成好的 勇往积极地去面对 那没有什么解决不到的问题 解决不了的困难 好 那我们就接续今天 所要送念的经文内容 我们念三遍 再附送一遍 耳食众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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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拱听法言 拱听法言 耳作众先 耳作众约 耳作众约 我们在附送一遍 耳食众先 拱听法言 拱听法言 耳作众约 我们在上一次的时候 有说到 撒真人跟王恩主 师徒二人 因为受到五死天尊 的指派到下道凡尘 去降妖 扶摩 解救凡奸世人的苦难 那扫荡完成以后呢 他也就回到天庭 面见 五使天尊 向五使天尊来嚼指 禀报 这时候呢 在天经文法的这些群仙 势力在五使天尊的两旁 恭敬来聆听 五使天尊的开示 然后就做了 赞颂煞真人 与王恩主的报告 这就是我们这一段 经文的大义 那我们再接续 下一段经文的内容 至心归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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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流稀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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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显龙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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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财舍药寄群生 失财舍药寄群生 小匹 西信 鹬 вер母湖寄群生 激昶 激显 taking 利弱 修制道 激显 累赫 肖 技致 修制道 激显 累赫 修制道 授鐵師之教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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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王府之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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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附送一遍 自心歸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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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流稀署 激显隆心 师才捨要济群生 激行累功修至道 授鐵師之教旨 掌王府之雷書 这段经文 我们自心歸命理 要念三遍 就叫三称 那自心歸命的意思呢 就代表我们要一心一意 去奉行 归一 所以这个是自心歸命理的意思 西蜀呢 也就是四川 那施财舍要 就是说施舍财物跟药物 铁师呢 就是宋代神霄派 他对太上老君的一个尊称 王府就是玉府 也是玉书府 是天庭掌管雷霆号令之所在 尤其他是以九天应援 雷森普化天尊为主宰 雷书就是雷法秘籍 所以 整段经文的意思是说 以自成的心 永不追悔 来归一信奉 身居在西河洲的 煞首尖真人 归命煞真人的意思 那因为煞真人呢 他在四川 创立了西河派 然后呢 在龙心府呢 又显下了圣基 并且呢 他从虚敬天师 张继仙张天师那边 学到了奏藻 这些法术 还有福禄 他每天 就来用奏藻之术 就是变化一些藻子 然后卖掉 赚取他一天生活所需的费用 那有多余的钱呢 他也不吝啬 拿这些钱去救济贫苦的大众 并且呢 他一心一意 来积功累得 以求参无上道法 并接受了太上老君 来相传的一些教旨 而且在成道之后 又掌管御书府 也就是天庭雷部的雷法秘籍 所以这一段经文 大义是在讲 萨真人 他的执掌 他的意识 好 那我们再接续下一段经文的内容 身批摆那扶摩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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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执五名响鬼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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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天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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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皱皂舒服 运风雷于指齿之间 运风雷于指齿之间 减妖魔于斗缸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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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附诵一遍 身披摆纳浮摩衣 手指无名响鬼扇 戴天宣化 皱皂舒服 运风雷于指齿之间 减妖魔于斗缸之下 百纳衣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想象 大家都看过济公师父 他所穿的108补丁 这个身袍 那这边所比喻的 他穿的就代表说是很破损 也是缝缝补补的 不过是道袍 所以百纳衣呢 就代表苦修道人所穿的道袍 那五名响鬼扇呢 他是之前我们有说过 灵灵补真人 他赠语的给煞真人的一个扇子 然后这个也是降妖浮摩的法器 皱皂呢就是皱皂之术 也可以致病驱轨 那舒服呢就是画符的意思 运风雷就是搬运风雷的意思 斗缸呢一般来讲 北斗最后一颗心 斗柄的最后一颗心 叫做缸心 那缸心呢 他的方向不会改变 所以又代表了天的正气 那雷法以斗缸所指 就代表雷霆的所在 所以呢就代表说 煞真人他自己修行 体内的这些正气呢 可以跟外在心斗中的天刚 来相应 来减除妖魔鬼怪 这个造成的 所以他的正气的雷霆 电光 所以也是代表说 他的威力很大 整段经文的意思 他在开示着说 煞真人他的身上呢 紧披着用多种布料缝缝补补 而阶层的初步的道袍道衣 表示他是苦字来修道 辞着之前零零数真人正宇的 具有降妖治病的五名 降鬼羽善 然后呢 代天来宣化奉行 虚敬天师张济仙 所教授给他的奏找之术 还有天师的福禄呢 用来济世度人 而此五雷正法 可以在转眼之间呢 就运转风雷透过自己本身 天刚正气呢 来扫荡人世间的妖魔鬼怪 这就是我们这段经文的大义内容 接下来我们再附送经文 道餐太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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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列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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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颂云也赫任重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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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狭耳孤云常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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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附诵一遍 道参太极 位列先天 松云也赫 任重恒 狭耳孤云常自在 这段经文的里面字译内容 太极指的就是道的本体 云就是竹子 松云代表松树跟竹子 狭耳就代表或远或近 表示说忽远忽近的意思 所以整段经文的内容意思是说 在修真成道之后 与道合为一体 位列先天先斑 而且深岸自然无为的庙道 所以可以如同松树敬竹 先赫浮云一般 就像咸云也赫一般 或远或近 这样子悠游自在 无拘无束 这就代表说 其实我们萨真人呢 他在天界 位列先斑 但是他是 无拘无束的一个真先 那我们再接续下一段经文的内容 方方方惨叫 方方惨叫 方方惨叫 为万法之忠师 为万法之忠师 处处开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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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后人之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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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天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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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员无上 煞大真君 一员无上 煞大真君 一员无上 煞大真君 旋风涌正天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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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附诵一遍 方方惨教 为万法之宗师 处处开坛 做后人之模范 都天宗主 一员无上 煞大真君 旋风涌正天尊 这个万法呢 它是指万法宗坛 也就是天师府 正一教派里面 龙虎山天师府法坛的名称 我们知道 煞真人为虚敬真人 张天师张济先的徒弟 所以他也是天师派的祖师之一 都天宗主 一员无上 煞大真君 旋风涌正天尊呢 也就是煞真人 在天界的尊好 整段的经文内容 它是说 在煞真人 成道之后呢 他在每一处呢 都会产阳道法 然后为道法 道教宗万法宗坛的祖师之一 他又到处去开坛祭祀 成为后人学道修真的典范 而煞真人在天界的一个尊好之一呢 就是为都天宗主 一员无上 煞大真君 旋风涌正天尊 这个是我们煞真人 他在天界的尊称之一 刚刚我们从经文的一开始 耳食众先 拱听法言 讲到刚刚这段经文 那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有提到 就是 身披百纳福摩依 守直五名降鬼善 还有奏早舒服这些 那这个呢 可能我们就要再复习 我们在第一讲 第一次的时候 稍微的介绍到了 煞真人跟王恩主的一些故事 我们知道说 煞真人当时 他弃一要重道 要修道的时候呢 他想要去山上 去找仙人 或是说 修道知识 来修道学道的时候 他在路途中遇到了三位修道者 那其中一位就是叫做灵灵树真人 这个灵灵树真人知道煞真人他修道的艰辛 他坚强的意志 所以呢就赠给他的百纳衣 跟五名降鬼善 让他可以穿 而且让他可以用 就是说在他一路上的时候 帮一般的民间这些人民来治病驱鬼 那另外一位呢 就是天师派的张天师 这个天师派的张天师 他叫虚敬天师 张济仙 张天师 其实他已经修炼成仙了 他也得到了 所以呢 当他知道说 萨真人他想前往天师府 就是龙虎山天师府 去行访张天师的族人 想要修道学道法的时候呢 这时候张天师就教给他 教授他皱皂之术 还有一些俘禄之术 皱皂之术呢 就是他持皱可以变化皂子 变化皂子不但可以自己食用 还可以卖钱 来维持他的生活守须 一直到他寻到了 张天师的族人地方 萨真人呢 他果然可以变化 可是他变化多余的钱呢 他也是用来忌苦贫穷人家 所以呢 这个皱皂之术 也就是张天师 那张天师呢 他是属于道教天师派 我们又称正义派 那天师派的祖师是谁呢 也就是在汉朝时候 创立无斗米教的张天师 我们知道张天师就叫做张道林天师 那因为张道林天师 他是世袭传子 所以后代 他的后代你看传到了宋代 甚至传到了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这个世间 这个社会 这个时间呢 我们对张天师他的后代 这些道人呢 我们也尊称他为张天师 不过是说第几代 第几代的张天师 所以呢 这个是属于 道教中正义教派 也就是天师派 我们都知道说 就是龙虎山 龙虎山天师府 所以他刚才我们也有讲到 万法宗坛 这个就是属于 天师正义派的一个别称 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 来所补充说明的地方 好 那我们再接续下一段经文的内容 至兴归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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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天主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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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气神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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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天纠察大灵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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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界无师猛烈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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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金金珠法 金金珠法 金金珠法 好三五火居雷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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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附送一遍 至兴归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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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天主驾 一气神君 都天纠察大灵官 三界无师猛烈将 金金珠法 好三五火居雷公 都天呢 他是指在天界里面 王恩主他所居住的地方 叫做都天祸若府 都天祸若府 然后呢 为什么王恩主他是经经诸法呢 因为我们之前也在第一节 第一堂的时候我们有提到说 王恩主他的前身是湘潭的一个神明 也就是地方上的一个神明 在湘潭这个地方 因为呢 在那边的百姓呢 他都用一些动物啊 就是血腥太重的东西在祭祀王恩主 所以当时煞真人云游到这个地方 觉得这样子 神明怎么可以接受这种比较血腥的供养呢 所以呢 把庙给焚烧了 那因此也把王恩主的神像 把他烧成了火焰金金 然后红灭红法 所以呢 这段经文的大义内容 他也告诉我们 要以自成之心呢 永不追悔信奉归依于 受玉皇上帝赐封为先天主将的王恩主 王恩主呢 他是原始主气的化身 我们有时候都会讲说 神明啊 是什么人修炼成的啦 但是呢 王恩主 他刚才讲 一气神君 就是说 他是宇宙之间的一股气 他所化生出来的 这位呢 居于都天霍洛府 掌管天上人间纠察功过的神职 他是五百灵官之手 是三界铁面无师的勇猛神将 他的圣像呢 就是火眼金睛 赤面红法 那是掌管雷法枢纽 脚踏火轮的大雷弓 这个雷弓 不是代表我们打雷的雷弓 而是他是雷部的神明之一 好 那我们再接续下段经文的内容 铁面银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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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百万脾修神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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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腾云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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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令雷霆 号令雷霆 降雨开晴 驱邪致病 我们再附诵一遍 铁面银牙 铜百万脾修神价 铁牙 飞腾云雾 号令雷霆 降雨开晴 驱邪致病 铁牙代表王恩主王恩天君 他会把牙齿露出来 这个牙齿露出来 有时候我们看神像牙齿露出来 施牙裂嘴代表他什么 非常威猛 非常神勇的意识 那脾修呢 是指凶猛的野兽 此处呢代表威猛 那我们都知道说 在现代这个社会 有人呢 有些人呢 把脾修是当作招财的神兽 可是呢 在经文里面的解释呢 他是由王天君所同龄管辖的 威猛凶猛的神兽 这个是跟我们现在比较不同的地方 整段经文的内容大意就是说 而铁面无师 露出银牙这样子造型呢 展现了王恩主王天君 他的威猛神像呢 更足以同龄百万威猛的神将神兽 能行使雷布的实权 藤云驾雾 号令雷霆 并有师职所谓降雨 放勤 驱邪 治病 等等的职权 那这个段经文 也是在阐述着 王恩主他的神像 形象的内容 还有他的职权 所在的地方 在哪里 那我们再接续下一段经文 观过错于依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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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寿命御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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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众生于百千万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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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Look 相片 自助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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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刚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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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妾自有 即使即身 即使 SU 即生 既方设教 随方设教 随方社教 到处开谈 到处开谈 我们再附送一遍 观过错于一十二年 寿命御地 就众生于百千万劫 是左主师 自刚自勇 寄始寄生 随方社教 到处开谈 这个是左主师 主师也就是他的老师 他的师父煞真人 那开谈呢 我们都知道 道教在做法 做科医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谈前 然后呢 就会尊奉王恩主为护法神 奸谈复法神 所以呢 开谈也就是说 道教在行使科医 法事的时候 会做的一个科医谈法 道场的意思 那整段经文的意思内容呢 我们知道 王恩主因为他前身呢 是湘坛地方上的神明 那我们刚刚讲过 因为他的庙被杀真人所焚毁 心有不甘 所以他就上奏御帝呢 御帝就赐给他一个金鞭 杀真人有犯错的时候 他可以用金鞭来惩罚 结果他观察 杀真人十二年 杀真人毫无过错 所以呢 王恩主便向杀真人启示 无论杀真人 在何时 何地 何处 在祭祀渡人的时候呢 或是开谈社教时候呢 都愿意在日后永久的时间里面呢 来救护众生 辅佐 杀真人 来行道 助人 自刚自有 祭始祭生呢 也就是说 王恩主呢 他身为道教的父法大神 勇猛无比 不但能救度阳间的百姓 而且呢 忌度阴间的王者众生 使他们呢 可以早日脱离苦海到净土 就是太以救苦天尊的东方常乐世界 去享福报 王恩主呢 他跟随在杀真人的旁边 会依照各地方的民情风俗不同 随方就是随缘来开谈祭祀 并且会因为时间地点 人民的不同 会有所不同的教化 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段经文的解释内容 在这边呢 就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们知道 在佛教 佛教徒里面 他们的往生后的净土 我们都知道 是阿弥陀佛的净土 西方极乐世界 但是道教徒在归真之后呢 有没有他的净土呢 也有 那就是哪里呢 就是太以救苦天尊 他的净土 他在东方名为常乐世界 也就是东方常乐世界 所以我们知道 西方佛教是极乐世界 东方道教是常乐世界 那我们再接续下一段经文的内容 神威都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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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一祸落灵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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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斩妖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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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天君惨教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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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以雷生 太以雷生硬化 浮摩大天尊 太以雷生硬化 浮摩大天尊 太以雷生硬化 浮摩大天尊 我们再附诵一遍 神威都天 正一祸落灵观 斩妖护法 王天君惨教宗师 太以雷生硬化 浮摩大天尊 这里 刚才我们有提到正一 正一呢 我们刚刚就有提到说 是正一玄坛 也就是天师教派 正一派 那为龙虎三 天师府万法宗坛 他的前身 那因为王恩主的师父 煞真人 他师承了虚敬真人 张济先 张天师 所以呢 王恩主 因为也是师承 煞真人 所以也属于 正一道派的 护法神之一 所以我们也知道 为什么他就要做 正一祸落灵观 因为王恩主属于 正一道派 护法神之一 那最后一句 太以雷生硬化浮摩大天尊 也就是王恩主在天界的尊称 他的圣号 我们再念一次 太以雷生硬化浮摩大天尊 好 今天呢 我们所讲解 我们所认识的经文内容 就到此 占告一段落 那刚刚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有谈到小和尚 问说一个人最害怕什么 那我们有说要转念 转正向的念头 那就没有什么好怕了 那这里呢 也继续跟大家 再延伸刚刚的小故事 我们常常知道就是说 人生不如意之事 十之八九 每个人要怎么做 才能离苦得乐 才能获得平安 幸福的人生呢 我们知道 有着非凡成就的人呢 在他要成功之前的过程呢 绝非是一凡丰盛 多数的人都曾经经历过重大的挫折 尽管每个人决决之道不尽相同 但是他们共同的特质 就是会转化心中悲观的念头 战胜沮沮举伤的情绪 面对压力跟逆境的时候呢 依然会保持的乐观跟热忱 这样子才能度过种种的难关 进而实践自己远大的梦想 所以呢 我们可以说 各种专业的硬实力 只是成功的敲门砖 而在逆境中呢 我们要善用转化心念的软实力 才是真正开启成功的关键 有一个故事这么说的 他说 有一个书生呢 寒窗苦读多年 期望有朝一日可以金榜提名 可是呢 在进京赶考之前 他做了一个梦 他梦见自己在屋顶上面种菜 接着呢 又梦见自己身穿梭衣 手还拿着一把雨伞撑着 书生醒来以后 便觉得很奇怪 而且心有疙瘩 就去请教算命先生来解梦 帅明先生听了他的描述以后 便皱着眉头跟他说 屋顶种菜 怎么种的火啊 那身穿梭衣又撑闪 那简直是多此一举 那我看你这次的考试 恐怕会名落孙山 书生听了很难过 忧怀伤志 想想那干脆回家种田好了 不要再考了 可是过了几天 书生呢 在无意间碰到了一位朋友 这个朋友呢 也略懂算命 所以呢 书生也把这件梦境 告诉了他这个朋友 朋友听完书生的梦境以后 反而向他道贺 他说 在屋顶种菜 那不正代表高种吗 拴着说衣又撑闪 那不代表说万无一失了吗 那你一定会金榜提名 书生听了 当下非常高兴 而且也觉得言之有理 当下就转了个念头 决定奋力一搏 后来果然榜上有名 衣锦还乡 还成了一个造就乡里的地方观 所以 同样的梦境 在不同人的解释之下 产生了远异的结果 书生的朋友 以乐观的语言 善解他的梦境 成功转化了书生悲观的念头 带来了良善的结果 那说明了什么 我们的人生难免会遇到挫折 但是它是好是坏 完全取决于我们内在的心念 若是我们能善用转念这个力量 将逆境转化为助缘 相信一定在黑暗之中 寻到一些一丝的曙光 所以俗话也常常告诉我们 山不转路转 路不转人转 人不转心转 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在观圣帝君 明圣真经里面 观圣帝君也有开示到 他说世上不起等事 全凭一点真心 所以要我们知道 无论我们身在顺境还是逆境 其实都是我们人生必经的过程 考验 在顺境的时候呢 我们也要保持的 适当的忧患意识 而在逆境的时候 我们应当也保持着平常之心 转念 用心来耕耘 其实我们只要有努力 灰汗的付出 那一定能突破困境 打造我们平安幸福的人生 那今天我们行天宫 网路经典演习共修的时间 就在这里占告一段落 敬祝大家平安健康 请祝大家平安健康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